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爹受伤了 爹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市场啊 可是里面没有装栗子 要卖什么 哦 我还没装 现在要去装 现在推车是空的 不会很重啊 是啊 怎么了 我帮你推 不用了 爹自己推比较快 我帮你了 爹不用你帮忙 你去忙你自己的事吧 我是好意想帮忙 就让我帮你上了 爹推得好好的 你来凑什么热闹 拉来拉去是危险的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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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脚 要 你 �� 有没有怎么样啊 当然有怎么样啦 痛死我了 哎哟 我哟 华大夫 情况怎么样啊 快帮我治疗一下了 等一下我还得去市场呢 这样的伤势 等一下是不能去市场的 不能去啊 那明天呢 明天也不行 明天也不行 后天也不行 那么严重啊 那要什么时候才行啊 是啊 什么时候才可以行动自如呢 这是严重的扭伤 至少要休息一个星期 一星期 一星期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华大夫啊 有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让时间缩短一点呢 我可以配些草药让你敷着 不要使用受伤的脚哦 谢谢啊 等一下我再拿配好的药来 再见 我可是没问题的 家里的事情包括处理家务和照顾小丽妹 由你监督小丽子执行 好不好啊 小丽子 我可以的 我一定可以的 我一定可以的 哎哟 也只能这样了 嗯 爷爷对你有信心 我们一起加油 小丽子 一起到我家去玩吧 小丽子一起到我家去玩吧 我今天不能去 哦 为什么 嗯 我想我这星期都不能出来玩了 因为我爹的脚受伤 我要回去照顾我爹 我妹妹 害我家 好孝顺呐 是我不小心害我爹受伤的 这种莫名其妙的事 总是会发生在小丽子身上 好 我要赶快回家了 再见 宁宁宁 小丽妹 唷 不要捣蛋哦 乖 爹 我回来了 哥哥 爹 回来了 爹 您需要什么吗 我去帮你拿 不用了 哇 好多数字哦 您在算数学啊 我在算我休息了这几天 要赔多少钱 哦 那会很多吗 我还没有算完呢 你别吵我 吃完 你要不要拿水 我吃的东西给你 哎呦 我说我不要吵我 我在算账了 好吧 好吧 你去帮我倒杯水来好了 好 撞死我了 不要再来捣蛋了 快带小灵妹出去 是 爹 你就这样跑出来了 这怎么可以呢 我爹好凶哦 我一紧张就跑到这里来了 可是你家里没人吧 你得赶紧回去 或是赶紧去找你爷爷或你娘 可是我怕 你刚刚说 你很热心想帮忙 所以才不小心把你爹弄伤了 嗯 对 我本来听方丈的话 很想尽心尽力地照顾我爹 可是他好凶哦 受伤时候承受很多痛楚 而且事情都不能做 你要学习体谅病人的心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很想帮他 帮助别人的心 不能光只是凭着一点热心 只做些容易的事情 就自然已经帮助了别人 更需要耐心和毅力 你的爱心才能不只是发光 还能发热 况且你面对的人不是别人 是你爹啊 哦 方丈这么说 我就懂了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照顾我爹的 可是我这样跑出来 我爹会不会感觉不开心啊 小栗子考虑到这个很细心哦 我们是应该要顾虑到病人的心情 我该怎么办 方丈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 互相了解 互相体谅 嗯 你要乖乖的不要跑出去哦 乖 你快过来 给爹看看 乖 你过来给爹看看呢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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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过来给爹看看 小孩都怕我 看来我是该反省了 看看 乖 爹 我回来了 我们也来了 叔叔好 你们来和小栗子玩啊 欢迎 欢迎 爹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或喝点什么 我去帮你拿 我去帮你拿 好啊 我是有点饿了 娘应该留了吃的东西在厨房 我去看看 嗯 叔叔 我最近在学杂术 你要不要看 好啊 主树 你看哦 主树 你看哦 椅树 不错啊 椅树 行不行 爹 等一下 你先陪他们玩一下跳棋好不好 因为我功课还没写 好啊 我也好久没有玩跳棋了 我可是玩跳棋的高手哦 真的吗 当然 爹有多久没玩了 我 我都没看爹玩过 也许 真该趁哪里都不能去的时候啊 好好休息一下 做些好久都没做过的事情 就当做放假 对 我都不知道多久没放假了 既然焦虑没有用 那就不用焦虑了 你说对不对啊 小栗子 对啊 我们大家都放轻松一点 比较好 我们大家来玩跳棋吧 耶 玩跳棋哦 搬来 connection 小栗子 帽子 男生 搬来 rand 家 戰